选前黄金周 蓝绿两大阵营 市长候选人邀请大咖陪同扫街拜票 或是办理万能造势大会 精锐进出营造慎选气势 而五号五党级机动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用苦行僧的方式到各地点扫街拜票 特别是到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 亲自关心身心障碍者朋友们的需要和权益问题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陷入生活的困顿 在当时我有去采访过 我有去关怀过 可是在这个当下 跟这个过程里面 可有人去关怀过 我们看到那个荣雅 就是听障的小朋友 听障的问题 在基隆也有很多听障协会 我们也曾经去关怀过 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 他们事实上他们需要 关怀以外还有一些 互动各方面资源 需要人家资助他 所以对于基隆的落实暖点 今天国际生肇日 那么展现出来的这个摊位也好 还有劳工部分 劳工的工会 还有劳资协调 协会这些 就是整个我们基层的朋友 弱势的朋友 我们怎么样去关怀照顾 我想这是一个执政的市长 市政府要慢慢去设想 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做的 黄锡贤表示 直接感受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 以及需求最重要 他会坚持到选前最后一刻 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